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安定刘氏江山的一定是周伯 可以让周伯担任太尉 相当乌后来的大将军 掌兵权 于后再问之后人事的安排 刘邦说道 那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 在刘邦死后 于后掌握实权 七队城乡等重要职位的人事安排 基本上都遵循了刘邦的生前决定 而令人玩味的是 正是此安排 却最终直接覆灭了吕氏宗族 展开权文旅后死后不久 派为周伯与丞相陈平密谋 派人劫持了利商 而使利商之子利计 又使吕氏放弃了北军兵权 而后 周伯夺得了北军兵权 而使诸须侯刘章入宫宿位 并击杀了吕氏 其后 据汉书所在 周伯启拜贺刘章 曰 所患毒吕氏 先以诸 天下定义 新有 斩吕氏 施杀吕 分部西部吕男女 吴少长皆斩之 大臣相遇一谋 以为少帝及三帝为王者皆非孝会刘盈子 复共诸之 尊丽文帝 在这场诸灭诸吕的政治变乱之中 不但吕氏被阻灭 就连汉贵帝的几位年幼皇子 也未能幸免 而 被大臣们应说为并非汉贵帝的血脉 全遭到了诛杀 而这场政治变乱 被定义为诸吕之乱 但实质上 却是汉氏宣臣与刘氏诸侯 趁吕后之死 而对吕氏发动的一场政治清算 吕后 其实是深刻意识到 吕氏政权岌岌可危 以及汉氏宣臣的不满之心 如据史记吕太后本纪 孝慧地崩 发丧 太后哭 气不下 刘侯张良子张辟强为世中 年十五 为丞相陈平 曰 太后独有效会 金崩 哭不悲 君知其解忽 丞相曰 何解 辟强曰 第五状子 太后为君等 君今请拜屡台 屡产 屡路为将 将兵居南北军 及诸吕接陆宫 居中用事 如此则太后心安 君等性的托获以 丞相乃如辟强计 太后说 其哭乃哀 吕氏全由此起 而在吕后临终前 还告诫吕产 吕禄岛 今吕氏王 大臣扶平 我急崩 地年少 大臣恐为变 必具兵卫功 甚无送丧 无为人所致 汉慧 第四十 丧尸独子的吕后 不能安心的痛哭 吕后临终之前 害怕大臣会趁机发难 而令吕产 吕禄等 不要为自己送丧 皆说明了吕氏势力虽然看似全新天下 实则根基并不那么深厚 而吕后遵循刘邦生前对丞相等职位的人士安排 更是为自身家族掘好了坟墓 参考史籍 史记 汉书等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btistudiosκιним Boost 原爆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可亚